如果像一樓的這種邊間有沒有 那有時候常常就是你旁邊呢 有時候車道有可能在你 剛好在你的左手邊 有可能剛好在你的右手邊 對 那麼在左手邊下來的這個地方 直接下去 我們這個左手叫龍邊嘛 所以它叫作斷龍 那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 因為採水都是從龍邊進來比較多 所以一旦斷龍的時候 採水就比較容易斷掉 是 這個在前面我們可以看 它非常的清楚 是 所以這個部分剛好他們家的情況 你看它在旁邊這樣子 就有啊 所以如果是在斷龍的話 是比較沒關係是不是 斷龍的話一般所謂的斷虎的話 一般是講雪光之災 可是龍邊的話大部分都是 來說的話都是跟財運 對 財運被這個斷掉 你第一個最可怕的就是種 真的斷種 第二個煞戲叫剃頭煞 剃頭煞叫四大街空 為什麼呢 我們回頭看一下 因為當我們的房子兩邊不是一樣高的時候 出現高低邊 有沒有 我們看我們這邊墊得這麼高 對 然後它這邊剛好的比較低 對 我們請配上到那個位置上看一下 在外面上 對 你看看對面這個 像剃刀切過來 是不是剛好切在頭頂上 對 真的耶 就是剃我們一樓的頭而已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換個角度來說 你想想看 以前的人要當這個隨著和尚女姑 沙迷的時候 是不是要怎麼樣 拿剃頭刀剃乾淨 剃乾淨之後怎麼樣 四大街空 你想想看 財 我們叫這個隨著財水 錢也好 功名利路也好 基本上來說應該都是 這個應該都是比較 就要看得比較開一點 對 而且要看透一點 對 好 好 所以剃頭桑你也是有 對 再來第三個是階梯數不正確 好 階梯數 我們一般樓梯是不是講說 我們有意境一頭講陰陽 對 單數數陽 雙數數陰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的樓梯數 是單數還是雙數 1 2 3 4 對 要踩到最上面那一層喔 對 雙數耶 對 那我們一般來說 單數數陽 也就是我們陽宅在居住的時候 用單數 所以一般就是用1 3 5 7 但是如果是陰宅來說的話 它就用雙數 陰宅 陰宅就是主間住的那一種 所以它為什麼分陰陽 它也是這樣一個區隔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階梯數 以前為什麼 我記得我們路過很多家 他們這個樓梯有時候 坐得比較出來一點 他都說 因為他們家非常注重階梯數 好 第四個就是 透明大門會犯小人 那一般你看到很多的一樓 有人會做磨砂 整片做磨砂 有人會做這個 所謂的霧玻璃 比較看不進去 可是即使看 完全看不進去 我們就講霧玻璃也好 磨砂也好 像這完全透明也好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我晚上的人在裡頭走 其實你看得到裡面的人在哪裡 是啊 那相對的排天的時候 他坐在裡頭 坐在看電視 雖然外面可能也許 他裝到反光的一個玻璃 可是每個人經過的時候 都會轉頭看你一眼 就算他真的看不到裡面 你也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等於大部分時間還是開著 就睡覺的時候拉起來 對 所以這個住一樓要注意的煞氣 你都有 一二三四都有 這個我們一一可以來解決吧 可以 首先第一個 我們首先我們講到龍邊 因為它如果剛好 是這個所謂車道或走道 通常我們在龍邊的話 也就是在屋子的這個裡面 左手邊 裡面 對 擺放三隻銅做的龍 銅龍排出來之後呢 幫助家裡的男生 這個氣域能夠上升 我們常常提到說 龍邊代表男生 虎邊代表女生 所以當龍邊這邊整個 我們講說切斷的時候 對男生的這個整體的發展 就會受影響 是 相信我們的委託人 他應該會 住這邊一段時間 應該可以感覺到 比如說先生 大兒子 二兒子 你會發現男生的這個影響發展 好像比較差別比較大 對啊 他剛剛舉例那些 就是被騙錢的都是男生 就是 對啊 所以基本上 它明顯的對男生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三個銅鐵的影響 把它擺在這一個邊就可以了 對 擺在這邊補牆 但是外面的這個柴水 還是一樣它還沒進家裡頭 就下去了對不對 你沒有發現這邊通通種了 放了很多的盆栽 對 特別的多 其實有時候 我們觀眾朋友要注意 如果我們在外面來說 馬路從這邊來的 從左邊進來 那麼你要注意喔 你的 你想要採水進你家 你要放盆栽 不可以放左手邊 因為 它繞過你家 今天你堵在這邊 它就繞過你家 就進不進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盆栽子 一定要盡量放右手邊 它碰到它 採水就轉進你家裡 剃頭剎怎麼辦 剃頭剎一般來說 當它面對著我們的時候 我們通常一般用所謂的 或山海針之類 做以山倒海的一個熱動作 就可以化解掉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化解 但是我不想影響到對方 是 好 然後呢 階梯術不正確 這個從古代就有 古代它們用什麼化解方式呢 因為你看 這邊大家如果停車 如果真的把它坐一階出來 車子旁邊車就過不去了 是啊 所以以前的人做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它拉出來 你看到這邊有一條 重新接的顏色不同 這邊 到這裡 以前的人會在這一條 顏色不一樣的地方怎麼樣 打一個槽 槽一個槽出來 那麼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從現地開始 它就坐了一階 自己坐B1就對了 對 坐下一階就對了 對… 它其實並沒有去動到這個路面 而它坐了一個 很明顯的是 從底下上來 所以變成1 2 3 4 第一階是平地旗 是 所以古代的人 如果家裡頭是從平民 開始變成大富大貴 它們的門就會做成 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意思就是說 萬丈高樓平地起 從平地多做一層平的圓 它目前遮大概只有在下半截 那我想如果可以的話 它應該就是 下半截我還是遮成透明 但是我會稍微高一點點 就是… 我不透明再高一點點 你要在裡面坐的位置 剛好看出來 剛好看不到 第二個呢 外面接上這個反光玻璃紙 讓外面平常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進出的人 那麼直接看不到裡面 剛才提到了 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它看進去 因為它真的比較高 痛不透明 你要比較高 那麼就比較不明顯地看到裡頭